你要把它換一個布景顏色 第一個先到這個網站 官網裡面的SIM SIMMING裡面有一個工具 第二個記得先確定一下你的版本是不是 比較舊的 那當然新版有新版的好處 不過設定又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我們 最後裡面用的版本實際上是舊的版本 新的版本還沒在用 所以 之後我們看看 因為如果你用新的版本的話 你會發現它好處蠻多的 光那個ICON一下就爆增了 非常多 所以那個ICON一下子 你就可以不是只有17個 幾十個都可以用 那第一個就是版本 我們先用舊的好了 之後看看 我再花個時間再try一下 因為這個東西 在網路上 因為這個東西也太新了 所以不見得網路上也有人分享 教你怎麼做 所以變成說 有些東西 第一個try出來的就把它分享出來 以後可能大家都看這個就好了 因為 會做跟不會做就是 一個一個基本動作 如果沒有介紹這個的話 你們要自己玩到會 其實也是 應該是 不太 也不可能 不太容易的事情 那第一個 記住就是用這個 舊的版本 第二個的話 我們就是直接 套用顏色 那當然你可以一直加 總共到Z26種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比如說加了一個顏色 加了顏色用拖拉的方法 然後變換顏色 可以從這邊 再去調整 它的深淺 或者它的顏色 也可以再變更一下 其實我覺得它設計的還蠻厲害的 蠻好的 等於是有點在雲端上面在做一些 影像處理的動作 我覺得這個還蠻厲害的 然後其他的顏色也是一樣 剛好同學說這個按好像都會連動是不是 對 可是顏色不一樣 但是 這個可能再try一下 OK 然後其他的顏色 你只要改過的 改完之後的話 記得怎樣 再把它下載一下 那你會想說 老師那我剛剛已經下載一個 那怎麼辦呢 沒關係蓋過去就好了 如果你蓋過去 本來沒有C的 那就會有C的 比如說剛剛沒有C對不對 那我再把它下載 名稱一樣 按Download Download之後的話呢 會產生一個新的下載檔 那一樣你把它打開來 那你照那個順序 因為我已經下載很多個 你看一下 最 修改日期吧 這個是新的 按右鍵一樣 把它解壓說 解壓說字詞好了 然後全部取代掉 主要是這個檔 這個檔 所以關鍵就是它嘛 你只要把這個檔 把它拖拉到 我們的Dreamweaver底下 特別之外 你只要動作不要做錯 這樣 拉到這個目錄裡面 這樣子 放開 OK 重新載入 4 好 這個時候就更新了 那 怎麼知道有沒有啦 其實試一下就知道 再來的話就是 確定一下 一樣 就這一行 主要是這一行 要變更 就是把原來是用這一個 指向新的這一個 那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我剛剛的那個新的布景主題要能夠看到效果的話 第一個一樣把這個 整個選取 然後看到那個整個Page 的那個布景主題 本來是A嘛 我把它改成C看看 好 然後 即時看一下 有沒有 效果出來了 但是 上面的部分沒出來 所以再把什麼 上面的部分 這個header 點一下 然後把它改成C 剛剛沒有C 現在C一下 即時一下 上面有了 下面一樣 反正就是 分成三個動作 這個整個 然後上面跟下面 那這邊再把它改成 C 即時看一下 下面也換了 那這樣馬上就會換個新的布景主題了 這樣的感覺應該是 會比之前還要來的好更多 那這樣的話 你每一個App 就可以做出非常多的花樣 第一個 馬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感覺 所以這樣子 再來第二個 可能之後 這個按鈕 上面的icon 也可以用新版的 不過新版這個後面再來講 再來第三個 因為這個地圖你會發現 你放了這個地圖感覺 顯得好像有一點跟網頁很像 但是呢 你很希望說呢 可不可能 就是說 各位應該都用到 用Google map 而且Google map 應該 越來 用的機會越來越大 像我在手機裡面跟這邊是同步的 我如果找到了 我可以 在手機裡面 設一個儲存 一個什麼 這邊 比如找到那個 綠島這個 這個點 我可以怎麼樣呢 我可以把這個綠島 的這個點 有沒有 直接儲存 之後 在我手機裡面也可以看到 而且甚至在手機裡面也可以直接導航 而且我最近發現 手機這個導航 做得實在已經太棒了 幾乎就跟那個導航系統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發現這個Google map 已經快要把那個 導航公司恐怕 應該也混不下去了 乾脆用他的就好了 而且他裡面的資訊又太多 Google其實不只是要做地圖 他其實是想要把所有的 食衣入行娛樂通通都把它包在地圖這個平台 所以你會發現像我出去吃東西的話 我通常會怎麼樣 搜尋附近有沒有 比如說吃東西的點 那我會去找什麼 比如說餐廳好了 那我會看什麼 附近 而且我會故意去篩選的時候 篩選什麼 評分 一定要是四顆星以上的 所以如果他沒有四顆星以上的話 我可能我不會進去 為什麼 因為沒有四顆星 以上的 說真的 我也曾經試過 真的還是有 有點準 就是說 一般 裡面會有一些評價 那評價的話 通常 四顆星的 真的吃起來 真的還是比較好一點 老闆人真的 還比較好一些些 OK 諸如此類的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希望 把這個Google地圖 可以把它直接包在什麼 包在我的手機裡面 我直接點下去 看到的不是剛剛那個圖 而是看到Google地圖的話 有沒有辦法把它包進去 這個圖 怎麼樣把它包進去 第一個你需要知道什麼 你的這個點的經緯度 那怎麼樣知道經緯度 按右鍵 有沒有 不知道各位有用過這個 這個功能 點了這個點之後的話 按右鍵 這邊會出現什麼 這是哪裡 這功能非常好用 點擊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 請注意看一下 這是哪裡之後的話 會出現一個什麼 經緯度 這個是 緯度 這個是 金度 OK 那我們將來呢 只要取得這兩個字之後的話 其實 就可以利用這兩個字 來變化 讓地圖 放在你要放的位置上 所以這個我想 下個禮拜再看好了 如何 做個地圖 那我這邊已經有做好的東西了 給各位看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呢 顯示一個 106的地圖 並且可以把 綠島地圖 包在我的手機裡面 這個要怎麼做呢 其實很簡單 下一個禮拜再看 即時看一下 你會發現 綠島地圖就進來了 那你想 這個綠島地圖 是 好看的嗎 你給它移動看看 它會動 它不是 死的 不像那個圖是死的 然後你會想說 那這個地方呢 我可不可以把它變成 衛星地圖 點開一下 可以 地圖 看回原來的 有沒有 其實也可以 比如衛星空照圖 然後呢 地圖 又切回來 OK 再來你可不可以接近 其實 錄在手機裡面呢 可不可以 小人飛過來 可不可以看到接近 可以的 沒有問題 有沒有 所以如果這樣的方式的話 在手機的話 好理想喔 那 可是要怎麼樣把它包進去 最後可以把它叉叉 又出來了 也就是你可以把手機 那個Google地圖 包在你的地圖裡面 哇那這個部分的話 對於你將來在旅遊業上的應用 就會非常的好用了 那只是說呢 我們怎麼樣可以把它包進來 縮放 其實非常簡單 沒有幾行程式 主要就是 可能需要有一些 那個JavaScript 不過這個地方我會到時候會給你們call 而且會告訴你們說 放在哪個地方 那你們需要知道就是說 它的經緯度 經緯度的部分的話 提供給它 這邊有個經緯度 其實我只是把這個 Latitude 維度 跟經度放上去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這個地圖放上來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應用其實非常廣泛 那這個地方 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不知道下禮拜再來跟各位 分享一下這個部分的使用方法 如果你會用的話 以後 任何的景點 反正你就先預先做好幾個地標 點擊之後 跳跳跳跳 而且甚至 反正一般的使用者如果 他要知道說這附近有哪些景點的話 也會自動秀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行銷商業用途很大 因為為什麼 因為自動會把客人如果他下載你的Latitude 你跟他講的景點其實就是 可能跟你有一點商業利益 關係的 你跟他講 那些生意都會特別好 OK 那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先把那個 剛剛的這個部分先完成 然後做出什麼 不同的布景主題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